在令人期待的主播逛大街啊 今天庭育主播要带你前进接龙七度的展开一趟仙境之旅 因为在这边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香草园 里头呢有超过一百种香草还有根药草 这个主人杨妈妈呢就带我们独家职集 里面有哪些特别的植物 而且还可以现摘现吃 做成非常新鲜的山菜 赶快跟着我们庭育主播的脚步 一起去强摆草放放松吧 蝦超香的 真的炸死人的香 你都想吃点点就吃了就好了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这风味有多浓啊 一到清早我化身神农士要来尝百草 今天带大家来一趟仙境之旅 在基隆七度这座农场 主人杨妈妈居然培育了超过一百种的 香草跟药草 中药八角的香料 你可以嗡嗡看 好甜喔 你看 又甜的味道 涼涼的 香萍第一次吃新鲜紫苏叶当早餐 中医本草慧言说这可以散寒化痰 确实主播本人很需要开开赏 没有 拿起来 超香的 大家 有肉桂卷的味道 好吃 真的 妳没有吃到这个都 长得这么大 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再接肉桂卷 后面一点辣辣的 辣辣的 刺刺的 甜甜的 香香的 大家我们刚看完那么多的香草药 之后刚刚杨妈妈面膜书 变成眼前这一大桌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整片那个紫苏 对 就是紫苏 现把来凉拌做松阪肉 这个蛋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蛋不一样 对 它是吃蜂王乳 吃七天 那我们就拿起来放在冷冻 那我们抢它的荒王乳来吃 超多的 大家 大家看 超级多 你妈妈 传说中的养颜盛品 女王风的幼虫 养颜美容 超浓的 好浓喔 它有还包的吗 一点点有一种很鸡的感觉 满满这桌有勾起面线 滑溜溜的埃及野马鹰 满鱼上头撒满香草 全都是现摘现做的美味 大家今天跟着我像神龙市一样 长白草 然后又吃了山菜之后 其实平常的工作很忙碌 真的需要一个放松身心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来到基隆七度 享受这都市中的宁静丛林的感觉 今天这趟放松主播之旅 成功 吴东洋蔡婷玉在基隆采访报道